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刘杰中 社群网站的运用可说越来越广泛了 除了是个人可以在上头来分享生活之外 政府机关跟公司行号也可以把这个来当做平台 在上头发布各类的讯息 而南加州的盛盖博市政府就新开通了微博的账号 让居民可以获得最新的市政资讯 随着近年来社群网站的运用相当普及 除了个人以及公众人物之外 警察与政府单位也跟进 借由不同的社群网站发送讯息 让社群民众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 南加州盛盖博市有建议越来越多的华裔迁入 为了拉近距离 20号上午特别举办记者会 正式的宣布开通盛盖博市政府微博账号 邀请大家登入关注 今年我们有一个工程就是说 希望跟我们社区的华裔的民众有一个接轨 因为我们城市有很多重大的信息 可是都不知道如何让居民知道 所以今天用了中国的网站叫微博 那微博当然有6亿的人已经在使用了 所以我们城市有个网站 现在有什么信息的话 就透过这个微博让华人的居民能够了解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透过这个微博来多多宣传我们圣盖博市 因为现在圣盖博市也是中国观光客喜欢来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今年还有两家酒店要开发了 所以有三家酒店的话 那就可以让中国的观光客来在我们圣盖博市 这个就是停留 能够更好的让圣盖博市民 就是与市政府 得到市政府的信息 还有就是了解市政府的活动情况 和其他的一些相关信息 特别是一些警惕情况 很多时候没有一个中文的平台 而是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中文平台 能够更好的与市民来沟通 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更好的 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社会的生活 更尽快地能够了解本地的法律法规 和市政府的信息 能够帮助他们在美国能够生活得更加愉快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 圣盖博市人口将近4万名 有一半为亚裔 成立于2009年的微博 具有6亿个人注册账户 以及44万企业账户 光是加州地区就有40多万人 使用微博、浏览、发布讯息 是知名度相当高的社群网站之一 南加州圣盖博士的账号是San Gabriel City 在未来将公布各类市政消息 包括社区新闻、贴心服务 以及精彩丰富的活动等等 欢迎观众朋友加入关注成为粉丝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